同学你好,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老师曾国君,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本节课主要与你一起来了解收益管理的知识体系。 收益管理是研究客户、产品、需求量、库存、价格、渠道的科学与管理艺术,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预测未来需求,利用合理的价格体系和库存管理,通过适当的渠道为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争取收益最大化。 收益管理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下,所设计的内容和领域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微观经济学等重要学科的理论支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且在实践中也不断加强与市场营销、运营、财务、信息技术等部门的紧密合作。 依据收益管理的学科归属和知识体系,我们根据概念框架、学科视角、应用领域和分析方法四个脉络,构建了收益管理的知识数。 接下来,我们对收益管理知识数进行了说明。 首先是概念框架,主要围绕价格、产品服务、顾客三个方面展开。 价格的主要内容为与定价有关的一系列策略。 产品服务主要涉及到库存、销售、预定、排队管理等一系列与企业方的生产经营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与顾客接触相关的客户管理、市场细分等等。 第二个是应用领域。 本门客主要将其分为传统行业、拓展行业、新兴行业等三个领域。 传统行业包括航空业、酒店业、交通业等收益管理研究的热门领域。 拓展行业主要包括随着经济发展相关的比如演唱会、主题公园、会议行业等。 最后的新兴行业与互联网电子技术兴起有关,比如电商行业、OTA、外卖等等。 第三个,基于学科视角。 收益管理包括财务管理、营销管理、消费者行为、战略管理、管理信息系统等多整学科。 最后是分析方法。 收益管理建立在强大的数学逻辑之上, 因此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包含回归分析、数学建模等数据分析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收益管理知识术的构建是从理论领域向实践领域不断延伸的。 从理论上看,收益管理的重点、关注点始终是价格、产品、服务和顾客。 但随着许多新兴问题进入研究视野,核心概念得到了相关的拓展。 从实践上看,收益管理系统根据行业的不断发展,针对顾客和市场进行数据收集整理, 从而发展出不同行业的收益管理决策。 比如,收益管理通过对大数据的应用在价格的调整上不再根据历史经验主观一段, 而是根据不同的市场细分、不同的渠道的价格敏感度通过分析预测得到有数据支撑的量化结果从而进行决策。 从战略上看,收益管理的实施也是从价格、产品、顾客三个方面进行的。 对企业而言,这也要求各个部门加强合作,比如加强市场营销、运营、财务和技术部门之间的配合。 前文已经提到收益管理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包括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统计学、经济学、运筹学等等。 这些成熟学科是收益管理知识数的保障。 比如在定价策略上,需要借助应酬学和经济学的数据分析。 在预测市场需求时,需要应用市场营销和消费者心理学。 在渠道管理上,需要应用博弈论等等。 事实上,收益管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随着传统学科的不断发展、融合和创新。 收益管理也会随着学科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同时,在实践上,随着不断的新兴行业的出现和传统行业的转型改革, 收益管理也不局限于航空业等传统服务型行业,向一些互联网行业不断延伸。 总的来说,当今的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不断改变, 收益管理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和应用。 收益管理知识术会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拓展和深化。 你有没有想过,酒店、餐厅、航空公司是如何精准定价保持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的呢? 这其中往往离不开数学模型、软件的大数据计算。 新技术是知识术的关键组成部分,收益管理的实际运用中需要数据软件、数字模型、技术方法的支持。 比如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定价策略,需要一系列销售预测函数的推演,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收益管理还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比如在酒店的收益管理,主要是基于数据的自动化收益系统。 通过知识术的学习,相信你对收益管理的内容体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那么,收益管理知识术与本门课程的教材、收益管理与定价战略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可以说,收益管理知识术归纳了每个脉络的知识模块, 结合收益管理与定价战略的自主选择,并进行灵活的重组。 教材是收益管理知识术的具体内容的一个呈现, 知识术是指导教材、构成教材的基础。 下面就为你介绍一下本门课程的教材,收益管理与定价战略的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为收益管理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进展, 主要包含概念收益管理的发展过程和研究进展, 以便让同学对课程和学习内容有一个更基础全面的了解。 第二部分是系统阐述了收益管理的关键要素, 主要包括定价和预定两个方面, 具体有定价战略的框架、动态定价、预测和超额预定。 学完这四章,你应该已经掌握了收益管理的核心和战略实施的关键, 有一个深化的认识。 第三部分,重点关注收益管理在行业中的具体应用。 本书主要选取了研究热点下的代表性行业、酒店、餐厅和航空公司。 最后一部分则是介绍目前较为广泛使用的收益管理系统, 主要为IDES、AMADROS、High Yield RMS收益管理系统的介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了解和学会使用这些管理系统, 对于收益管理的实践是必要的。 那么每一章节具体的内容设置是怎样的呢? 第一章,概论。 主要讲述收益管理的起源、内涵、作用、演化及文化背景。 第二章,讲述收益管理的发展过程和研究进展。 第三章,构建定价战略的框架, 包含战略定价金字塔、跨越产品生命周期的战略融入, 以成本与竞争为关系的战略基础、收益管理的渠道。 第四章,从原理、过程及特殊的服务定价形式, 全面地讲述了动态定价。 第五章,主要描述预测的内涵、方法、准确性等等。 第六章,从为什么、超额预定及其成因到怎么做、超额预定的策略及其处理。 第七章,主要为酒店的收益管理,包含酒店的收益管理特点与衡量指标、 预测需求、如何分配客房及进行客房的超额预定, 以及最后预测酒店收益管理的发展趋势。 第八章,将应用场景放到餐厅,宏观地介绍了餐厅收益管理的概况、策略、指标等等。 第九章,关注航空公司的收益管理发展。 的历程和内容,对其未来趋势做出展望。 最后一章,则向你介绍实践中应用的收益管理系统。 总的来说,本门课程主要从定价和预定管理等收益管理的核心组成和关键概念来为你介绍。 由于收益管理的强实践性,本门课程在讲解过程中也会插入一些具体的行业应用和最新前沿。 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